朋友们好,我是小三皮 眼前的牌坊有着齐鲁第一牌坊之说 我现在在济南长久文祖街道的郭家庄 上个视频带着朋友们一起去看了 红叶 沿着山梁下来到村庄里面来转一转 之前的时候也来过咱们郭家庄 眼前的这样牌坊 建于道光十二年 一八三二年 最近也有一百九十一年历史的 眼前的牌坊尚刻有圣植二字 中间十块刻有名标天赋四个大字 这是当初清朝九品汉林院 代招郭春龙为母亲所立的一座张氏牌坊 妻子郭春龙也是乐善好食 回乡之后为母亲立了这座牌坊之后 道光皇帝得知郭春龙的孝亲 得操之后也是决定下诏 予以表彰并亲自转书 才有了这座圣植珍洁牌坊 牌坊后面这处小院 看得出来过去的时候 曾经也是颇有年代感 但现在的话 仅保存下来的这些门廊和这种拱门 历史年代也较为久远了 从整个牌坊来看 下方长销石上的双龙系珠整个图案也是非常的精美 在咱们济南张秋文祖阶段的郭家庄 也是属于咱们省级的传统古村落 眼前的牌坊保留完整 而且造型也是非常的精美 能保存至今也是属不容易 到时候有感兴趣的朋友路过 也可以来看看哈 而且在咱们村庄里面 还保留下来的很多老院子 在老院外乡之上 大家刚刚看到的还有熟悉的双马装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看看